资料价格那么高怎么办 即使你变成了猪 我也能在猪群里 一眼认出你 大家好 我是浪人小哥 看我面前这一盘啊 这全部是玉米结杆粉碎料 是用这台全自动揉草机 粉碎的后面的这些青玉米结杆 效果很好啊 但是有朋友说 你刚才不是说这猪肉价格 但是你这个揉草机 不是用来加工牛羊食用的这个草料的吗 今天为什么要说猪肉呢 咱不是蹭热度啊 咱们用这一盆 这个玉米结杆粉碎料 做一些猪吃的饲料 猪吃的饲料颗粒 咱们一起来看啊 这是一台260型的饲料配机 咱们养猪的朋友都知道啊 这羊猪要不要玉米 但是这玉米价格 现在实在是太高了 但是猪肉价格那又是跳牙制降价 养猪的养殖后啊 实在是受不了了 怎么办呢 这一根玉米上面全是饱 除了玉米才有这个结杆 千万不要丢 千万不要浪费啊 这两种料 咱混合起来 做成颗粒胸味猪 那效果绝对是一级棒的 而且有效降低 咱的养殖成本 可以看到这么大一盆料 咱们混合一小盆玉米粒 等会看一下 加工出来的颗粒怎么样 简单 搅拌一下 直接开机 可以看到啊 分点绿 还分点黄 而且这么大的机器 一点本量没有 大概都是完整的颗粒 这如果您要是想加工这么多 这个玉米的话 这可是太浪费了 但如果加工这么多颗粒的话 用来养猪 那可是真的是有效的 降低养殖成本 而且这个香味十足啊 现在温度大概有个50度左右 特别暖和 这个颗粒啊 既营养 而且特别好消化 味道也特别香 而且呢 这营养更均衡 除了有这个草料的纤维 还有这个玉米粒的蛋白质 如果用它来养猪 绝对让您啊 在今年打个翻身杖 好了 如果您也对颗粒 及感兴趣的朋友 也是养猪的 可以在我下方留言啊 给小哥点个关注 点个赞 点赞一定要长按 感谢大家支持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